议题从两岸回到国内 另一个焦点就是猫岚缆车终于复始 会不会考虑和郝龙斌一起搭乘 一同背书 马东东也很直接还没有打算 我目前没有做再去大猫岚的计划 郝市长他已经有了很周详的一个规划 在事成之后呢开放 我相信他已经把所有相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